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剛才前面那一段這個畫面 就是根據我對女生的瞭解 肯定他們心裡面有一些掙扎 是誰設計的 因為其實那個是要有一個 反差的效果 因為大家可能想到台南 又是台南人 然後就會有這樣子的聯想 所以... 但是其實平常 我完全不會做這樣的打扮 這是你完全不會做的 聽到了喔 他完全不會做喔 好啦 各位 我們來聽聽看 男主角的自我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蔡柏儀 那你們可以叫我Boy 就是男孩的英文 然後我今年25歲 我身高173公分 體重63公斤 然後我最喜歡的興趣就是運動 然後還會有旅行 如果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另外就是我是射走座 然後我VC 然後我們家是賣早餐 中式早餐 所以就是 女生可以不用那麼早起 但是我會幫... 很貼心的幫你們把早餐準備好 好不好 這個厲害喔 謝謝 來 你的卡片給我 謝謝 現在各位女生 對於我們的王子第一印象 感覺如何 請選擇 OK 就是可以接受一半一半的狀況 來 小艾 其實剛剛VCI出來的時候 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喜歡有點台味的男生 可是他後來都不會做這種打扮 怎麼搞的 妳不喜歡比較潮的 我喜歡就是很有... 就是可能會在... 我喜歡那種會在香腸攤旁邊 然後咬蒜頭 那種... 還掉一根牙籤 對 死吧 啦 來啦 這樣對不對 妳應該很喜歡陳松永吧 妳也會咬 妳也等等 還有沒有人要告訴她妳的原因 來 敏妮 她真的很帥耶 可是很摩菜 什麼摩菜 摩菜 摩菜啊 摩菜啊 射手座這個... 真的很帥 它是我喜歡的型 摩菜 這沒辦法啦 射手座 我跟你講我剛剛問了 下一個也是射手座 摩菜啊... 是不是有一首歌啊 還有呢 菁飛 我覺得她的談吐很弱弱大發 我覺得她眼睛好電人喔 真的很電耶 可是我擔心說如果... 紅小明還不好意思咧 我會擔心說如果我跟她 站在一起 如果我要穿高跟鞋的話 會不會比她高啊 還好啦 妳幾個分 我176 可是我今天沒有穿 176 妳176 沒165 對不起 我今天沒有穿很... 謊報... 身高教官 謊報 這個妳要好好的處理一下 好...我處理 165 說到176 我太冷了 妳不是冷 妳把場子都搞熱啦 妳穿高溫鞋 我覺得跟她是... 沒關係 差不多啊 就是我覺得我喜歡的女生 她喜歡怎麼樣都可以 對啊 其實看了這麼多王子 我已經放棄身高這個部分了 我覺得差不多就好 可是我覺得她給我的感覺就是 她打扮雖然很流行 可是她不會看起來太皮或太壞 對 不會過 對 就舒服的感覺 OK 這位老師大家都想看一看 王子還有其他的什麼生活 從小到大我們已經去試畫畫 其實大學念的不是相關科系 我還是去選修了設計系所的課程 因為我爸爸的關係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踢足球 在大學時期 我也是足球社的社長 我爸爸以前是一位足球選手 平常只要我有空的時候 都會陪著我爸爸一起去踢球 這是我們父親之間 聯絡感情最好的方式 我喜歡自然模作作的女生 我是Boy 蔡柏宇 希望妳可以Be My Girl 好 不錯 目前沒有人繼續滅燈 踢足球 在台灣踢足球比較稍微 冷門一點 寂寞一點喔 你喜歡踢足球是因為爸爸的關係 爸爸是... 足球教練 足球教練 對 好 各位 喜歡踢足球的 你們不是很怕運動的男生嗎 但是我有其他的興趣可以 他真的很有誠意喔 不是 因為他雖然喜歡運動 可是他剛剛談吐的感覺 就是他不會逼另外一半 一定要去做這件事 你們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沒關係 露露 我想我知道他現在是住台北 還是入台南呢 住在台南 可是之後 如果我上課完之後 還是會回到台北 對 上課完 就是我有在進修語言的課程 英文跟日文 對 所以你在台南上課 對 課程結束以後 應該會搬到台北嗎 就明年的時候就會來到台北 好 你這個最後一段推薦 是誰 是我的妹妹 新妹妹 妹妹 妹妹應該比較OK的 來 紅紫的推薦 我可能是一個對自己 要求很完美的人 他對工作上的態度 還有他自己的作品都是 想要表現到最好這樣 那他也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像我之前生病的時候 都會到醫院來陪我 然後不管多晚 他還是會過來看我 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給他支持 同他一票 謝謝 妹妹講得很好啊 來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NT為什麼滅燈 因為我覺得他 就是從剛出來到現在都很好 然後就在觀察 可是最後還是因為身高 有一點點 好 沒關係 這個先天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辦法去 因為剛剛妹妹有講到 他是一個非常要求完美的人 然後其實這樣子 其實我就是 之前交友對象有過射手座這樣 然後他也是這樣子的性格 就滿要求完美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受不了 壓力大 會壓力滿大的 你的要求完美有分不同面 工作上 對 我對工作上是比較要求 因為我覺得工作上 如果你可以 很仔細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 其實可以讓整個團隊 變得很快速 因為我其實之前的工作經驗 有在外商公司工作 所以其實大家的節奏都比較快 這樣子快其實無形中 會節省很多時間 但私底下的我其實對 所以我自己當然會要求我自己 但是其他人 我就覺得還好 對 現在亮燈的人數滿多的 所以我想可能沒有辦法 讓大家自己來介紹 那麼我們就要讓王子做出他 王子的選擇了 好 滅掉他們的燈 剩下兩盞 你最有感覺的女生 再提出一個問題來做決定 好 好吧 好 謝謝王子的選擇 請開始 今天是 黃金組的出頭天 來 我們兩位女生 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來 凜凜先開始 哈囉 我是凜凜 今年26歲 然後雙子做 然後我的工作是活動主持 然後我喜歡體貼 然後會下廚的男生 應該會吧 早餐應該也算下廚啦 他爸做的 誰做的 誰做的 其實我媽 你媽 伯母 有在現場喔 有 伯母你好 剛那個狀況妳滿意嗎 謝謝 謝謝 滿意喔 妳會不會覺得 我的兒子這麼好 一展都不應該滅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不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個人的 他們的所看到 聽到他們自己的關鍵不一樣 對... 每人跟想法不一樣 對... 阿姨這個心情要放平和 像她...為她滅燈的 我想她會覺得會終身遺憾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 所以妳跟她的想法還是一樣嗎 沒有... 她是很完美 而且呢 對大家都分辨的 妳還在講 等一下 不要拍手 她還在講話 來 所以呢 我想她是一個女孩子 心目中的好先生 怎麼可能有人滅燈 沒有...沒有把她滅燈 她會覺得... 我知道的 她們會遺憾的 我知道... 好 謝謝 天下的媽媽都是... 妳還在講啊 我已經離開了 妳怎麼還在講 害我沒唱完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來 露露 哈囉 我叫露露 然後27歲 水瓶座 然後工作就是一般服務業客服 然後我喜歡吃早餐 盧廣眾 好 妳要提出一個問題來 好 請問 就是我們家是賣中式早餐店 然後如果假設有機會的話 跟我約會的話 你們希望是怎樣的形式 就是約會的形式 早餐的形式 早餐約會的形式 早餐 她想... 我好幾年沒吃早餐 我先來問一下兩位 妳平常妳在上班 所以妳比較有機會吃早餐 凌凌呢 我沒有什麼吃早餐的習慣耶 妳的第一頓什麼時候 就是餓了才吃 如果 就算妳平常沒有吃早餐 可是為了自己 很有感覺的王子 應該也會調整一下 妳會做什麼選擇 凌凌 我覺得在哪裡 或是吃什麼早餐不是重點 我覺得是吃了當下的那個感覺 我以為是時間 最好下午兩點以後 吃早餐多 不是 因為妳就算早餐再好 可是感覺不對 也都不好吃啊 妳的夢幻早餐 應該這樣講 我的夢幻早餐 是另外一半幫我做早餐耶 做什麼 就都可以 無所謂 無所謂 就算很誇張 很不好吃 亂七八糟 我就無所謂 我可能兩個人 然後就走到早餐店 然後買一杯 我喝熱熱的奶茶 然後一早就喝喝奶茶 覺得開心 然後在一點上 我最愛喝蛋餅 好 妳不要再講了... 我怕妳開出一個食譜來 可是這算是... 這樣就夠了 這算是妳的夢幻早餐嗎 還是妳覺得... 我覺得平常就是這樣子 不需要特別就是很澎湃啊 或是很豐富啊 不需要 OK 早餐往... 等一下... 緊張嗎... 那妳需要我做一些什麼處理 沒有 深呼吸... 還是我們請... 她們拿一些... 給妳 沒有... 請開始